布莱克最喜欢探索自然科学 如果没有黑暗的星空 我们就无法看见奇幻闪亮美丽的星星 12月4日至10日月亮旁边的亮点是什么 金星将成为月亮附近最亮的点 月亮附近最亮的恒星将是位于狮子座的轩辕十四 和位于厨女座的角速一 由于下周12月12日新月发生 月亮将一天比一天变薄 天文学家将月亮接近地球称为什么 最近的距离A Pulse 当两个天体从地球上看具有最小的是距离时 就会发生A Pulse 对于月亮和行星A Pulse通常发生在核像附近 核像 当两个天体在天空中具有相同的赤金或黄金时 就会发生核像 月亮与行星的核像经常发生 每27.3天一次 我们的天然卫星会穿过以黄道为公星的狭窄天空区域 并与行星相遇 行星核像频率较低 月眼星是指一个是直径较大的天体 从一个是直径较小的天体前面经过时的现象 例如 月亮从恒星或行星前面经过 太阳被月亮遮挡的现象称为日时 观察方式 如何在月亮附近看到行星 以下是成功观察需要牢记的一些事项 您会错过准确的核像或uphouse的时间 但不要担心 即使在事件发生的确切时刻之前或之后 天体也会保持相对靠近 根据天体之间的矫距 有些事件应该用望远镜观测 有些用双头望远镜观测 当月亮接近满月相位时 它会掩盖较暗的物体 例如 您将无法在满月附近看到水星 因为它不够明亮 只能看到最亮的物体 例如金星或木星 月亮附近的明亮物体会是恒星或行星 您可以通过检查天体是否闪烁来区分 如果它闪烁 那么它就是一颗星星 如果它不闪烁 那它是一颗行星 此外 木星和金星比大多数恒星更亮 您可以通过颜色区分行星 水星呈灰色或褐色 金星呈淡黄色 火星呈淡粉色或鲜红色 木星是橙色的 土星是黄金色的 有些事现在不做 以后也不会做了 布莱克独木舟生态研究中心 2023年12月5日记录